直系回到新闻现场 马上来关注最近天气 白天高温炎热 下午有雷震雨 但是今天开始呢 冷心低压靠近台湾了 天气是更加的不稳定 白天有机会来到36度 但是下午雷震雨强度增强 还可能会下到晚上 所以民众也要特别留意 热热热 天气热到受不了 上路没多久就晒到要中暑 新人之乡赶快躲到阴影下 因为台湾还在太平洋高压的笼罩范围内 大台北盆地或是南部 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 早上高温但下午又下起雷震雨 尤其7号开始大雨来得又快优急 接下来几天全台还是炸雨淡 星期天到星期二吹东南风 加上冷心低压经过 加强对流 全台都有强降雨 星期三开始给吹偏南风降雨趋缓 但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中南部的山区 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好雨 发生的一个机会 那并且这个雨是有机会是 可以持续的比较晚一点点 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 外来这一周的话 都要盛法就是说在午后雷震雨的时候 这周雨是增强 降雨时间也会拉长 可能持续到晚上 主要是因为冷心低压接近 高空温度下降变冷 但地面还是很热 午后对流增强 雷雨强度时间都会增加 冷心低压在夏季相当常见 甚至有很低的几率 可能发展成台风 冷心低压通过台湾 直到周二影响才变小 这个夏季降雨连连 外出可得多带把伞 多加注意天气状况 记者夜宣节往再次一天报导